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南区把创建卫民、创建惠民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把文明城市创建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民生工程和助魂工程 高位推动、持续发力、一以贯之 通过常态创成、文明润成、环境育成、城乡共建等各项措施 让文明之风吹遍城市每一个角落 为海南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无穷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滋养 近年来 海南区以文明城市创建为统领 统筹谋划、常态推进文明创建 渐渐围绕文明素质提升、道德风尚养成和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人文环境、生活环境、生态环境的建设与改善 按照创建工作三年规划 配备专门工作力量建立常效工作机制 常态保障创建投入 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创建工作 使城市在文明创建中增添了无穷活力 我们全区上下协调联动 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职工 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群众 人人都是创建主体 各个承担创建责任 形成了全民创成的工作氛围 海南区按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要求 全力抓好12个项目 73项内容的创建工作 分领域、分层次 进行专项推进 逐项解决存在的问题 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 扎实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 大力整治、环境卫生、市容市贸、交通秩序、市场环境和居民小区流乱问题 积极开展六小行业规范管理 全力以赴、补短板、强弱项、制应商 确保各项创建指标 海南区取得了全市第一名、自治区第八名的校正成绩 随着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不断深入 海南区在文明创建中提升了城市的高度 遥克出城市的温度 彰显出城市的内在品质 如今 文明已逐渐融入海南人的心灵深处 人与城正在蹭撞中产生动鸣 一道走向成熟 绽放出额目光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